11月中上旬 我们会遇到太阳六合土明的格局 这段时间大环境精准又务实 每个人开始变得接地气 比起冷眼旁观 更愿意负担起责任参与其中 仅想渗温的氛围开始占主流 人对于想要的东西更加坚持 而且能够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去实现 明察秋毫的氛围也能更加的着眼于实际 为现实生活提供一抹调剂和增色 这个时期如果有什么年末的赶工和任务 是很好的操作时间 也是我们盘点财物 思考全年收益的好时机 本月中下旬 精心会加入木海形的结构 经历过上个月的现实阻力和关系闹剧 11月是我们重新瞻仰未来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感到关系进展顺利快乐 但缺乏择路束缚 有很多幻想的成分看不清未来 11月中下旬火星会进入天蝎座 带给我们十足的精力和能量 可以在年底赶工很多事项 效力十足 颁养座 工作上压力最大的阶段过去了 本月这间会神会逐步突破 工作稳定 适合运程帷幄 关注职场危机 谋略未来出路 感情上可能变得更加低调 对感情的敏锐度增加 但过分敏感可能导致不信任感发生 容易触碰到自己内心最深层次的欲望 可能会有所感悟和精神上的重生 感情上有一些对未来的幻想 希望彼此交流一些想法 也是异地恋的高风机 接下来关注于资源获取 情绪达理 或是投资理财 本月也可能有一些期待的事情出现 前夜上享受学习的过程适合广泛学习阅读 会有一定的提升 但可能也会因为拖延症而走神